原标题 了解历史知识的途径一般只是影视剧、传说故事以及互联网时代的网文段子,很少人会通过阅读史料去了解真正的历史,所以在一般人心中对矛盾历史的印象往往就和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,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,在清代哪个皇帝反腐最为严厉? 我相信一般的读者90%以上都会脱口而出,那当然是雍正的,原因无他,因为一部雍正王朝实在是影响太大了,然而逼着今天要说的是,这只是一种错误的印象,清朝皇帝中反腐最严厉的不是雍正,而是他那儿子乾隆,您肯定有意见了,这可能吗? 乾隆朝不是腐败很厉害吗?不是有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吗?怎么乾隆会是反腐最严厉的皇帝呢? 不急,请您慢慢往下看,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力行反腐的冷面形象,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 我们都知道,雍正反腐,主要手段是抄家,固有抄家皇帝的外号。 但实际上,雍正一朝十三年间,真正因腐败问题被杀的一二品大员几乎没有。 雍正王朝已出现的所谓山西巡抚诺敏案和科举主讨官张庭路无弊案,其实都是虚构的,这两位人物根本没有犯事,历史上都得以善终。 但是,到了乾隆时代,一二品大员们如果贪腐被揭发,那可就没那么幸运了,掉脑袋的概率那是非常大的。 展开全文雍正王朝中山西巡抚诺敏金贪腐被处决,然而,这个案子却是虚构的第一个倒霉蛋,是乾隆前妻权师勋天的权臣鄂尔泰的儿子鄂勒舟。 这位官二代增官至浙江巡抚,却因为勒索了严商八千两银子,就被乾隆自欺自尽,这算是拉开了乾隆朝严厉承治坛。 辅高官的序幕,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,云贵总督衡门也栽了他被举报令蜀元满金,短发金架。 循月盈武,沿途纵容家人收受蜀元门里等款,案情被查明后,乾隆毫不留情自欺自尽。 董诸级别的高官因贪腐丢了脑袋,这在清淡还是第一次。 横门栽了之后,紧接着,山东巡抚蒋州,也因为贪腐丢了性命。 这位蒋州的父亲,乃是文华殿大学市蒋亭熙之子,可谓名门之后。 但在山西部正史相当于副省长任上,他主管的省库亏空了两万多两银子,于是,他就把手伸向下属,要下属们凑钱给他补给亏空。 事情被举报的时候,蒋州已经升任了山东巡抚,但是依然逃不过乾隆的严城。 乾隆下令,将蒋州政法,其余涉案人员一律案律严城。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,山西巡抚和其中又犯事了,他与一名下属来往密切,收树其贿赂,又帮其遮掩抚库亏空,结果被遣。 乾隆毫毫不留情地下令斩首。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,湖南巡抚李英培,也同样犯下了帮助下属掩盖府库亏空的罪过,虽然没有收受贿赂,但仍然被乾隆刺妻自尽。 乾隆前妻权清朝野的权臣鄂尔派,妻子也逃不过因贪腐而被刺自尽的下场。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,又有一位更为显赫的人物,因为贪腐问题走上了断头台,这个人就是任两怀严正的高衡。 高衡的姐姐,正是乾隆的宠妃慧贤皇贵妃高家氏,所以,高衡可以说是乾隆的小舅子。 他在两怀严正任上,通过玉体严隐的手段,贪污了三万多两银子,事发之后,乾隆毫不犹豫判处其死刑。 当时,主持军机处的大学士傅衡,曾向乾隆求刑,希望皇帝念在慧贤皇贵妃的面子上,赦免高衡的死刑。 但乾隆却一口回绝说,逐皇后兄弟犯法,当如何? 而傅衡正是乾隆的皇后傅察氏的亲弟弟,所以,乾隆的这句话既回绝了傅。 傅衡的囚刑,也敲打了傅衡,让他不要以为是皇亲国妻,就可以贪赃王法,要以高衡为戒。 最终,高衡被处死。 身为皇帝的小舅子,依然逃不过因贪腐掉脑袋的下场。 电视剧《如意传》中童谣扮演的高熙悦,其原型就是会嫌皇贵妃高家氏,也就是高衡的亲姐姐。 高衡之后,被乾隆处决的高官还有很多。 例如贵州的前后两任巡抚方氏郡和梁星,都因为贪毒了索、训臂属原等罪名被处决。 又如山东巡抚国泰,在任上贪赃王法,勒索下属,导致山东诸州县仓库,亏二百万有其。 事情被举报之后,尽管国泰受到了当权的和珅的包庇,但还是难逃被乾隆赐自尽的下场。 江西巡抚好说,也犯了和国泰一样的罪行,勒索下属,破其行贿,结果事发之后,也得到了和国泰一样的下场,被乾隆赐自尽。 乾隆朝最大的一次反弹案,就是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,被揭发出来的甘肃府。 拜卧案,甘肃巡抚王胆旺,利用闪甘总督乐而及的昏丘,谎暴汉情,冒领阵计,然后,全省官员参与分赃。 其中,王胆旺自己贪慕的最多,净达三百多万两银子。 乾隆对此案十分震怒,下指出死乐而及,王胆旺,其余涉案官员五十六人也都被判死刑。 而让乾隆没想到的是,在查抄王胆旺的家财时,负责查案的敏彻总督陈辉祖竟因贪欲,吞没了部分赃物,结果,也被乾隆刺起自尽。 一场反弹案,竟然一下子让两个总督,一个巡抚掉了脑袋,也可算是前五古人了。 电视剧《乾隆王朝忠修宗笛》扮演的王胆旺可以说,乾隆对高官的贪腐行为惩罚是非常严厉的。 他在位六十年,光是因贪腐掉了脑袋的总督,巡抚这样的一二品高官就有十几个,其他官员不计其数。 然而,大清王朝的政治还是日趋腐败了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这个问题,就留待笔者下篇再来给您解答吧。 参考文献,青史稿,青史列传,青高宗十路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Zither Harp